要是寫兩個按鈕 這兩個按鈕的話 一個是漏透彩清除 一個是漏透彩 那當然漏透彩清除 其實它主要的原理原則就是透過這個I 去變化說哪個儲存格 所以這個是指的是B欄 指的是E 類推到E欄 所以等於是它的跑的方式是這樣 如果你想要看細節的部分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儲航去讓它去跑程式 像剛剛我們直接按這個執行 它就全部跑完 那假如說你想要讓它一個一個慢慢去看到細節的話 你可以按F8 F8就是按一下它就跑一行 有沒有 所以你如果執行這一行的話 因為當I等於2 有沒有叫I等於2 所以這個是B2 它把裡面的資料清空的話 你會發現執行這一行 有沒有發現它的效果就是長這樣 裡面是沒有資料的 有沒有 那下一個的話一樣 再來就是C2 所以這個儲存格 然後執行它按F8 有沒有 這個就清掉了 那E時可以推 它就會一個一個一個的幫你清掉 所以你全部跑完的話 那就像這樣子 全部跑完了 OK 那這邊的話 樂透彩是直接輸出啦 可是輸出變你會想說 不對啊 這怎麼每個都第一名 OK 每一個好像都一號 對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規則 理論上應該是這個是A2 下一個應該是A3 可是問題它現在沒有變A3 那一樣的道理 所以假設你要變更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公式裡面有一個地方必須要變動 哪個地方要變動 就是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A2的2有沒有 它應該要能夠隨著它的列號 比如說現在在第二列 它就是2嘛 第三列就是3 因此類推 那這個規則的話 其實跟什麼有這個關聯性的 就是這個I 其實只要把這個I放在這個2的位置就OK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I的池 它會隨著你跑一次 1列有沒有 它就會加1就對了 所以它會先2 那你如果把這個數字呢 把它放到這邊來的話 那理論上它每一次跑一次它就加1了 就會有剛剛那個效果 就是自動會把它變成那個你要的那個利號 OK 那但是哦 特別注意你如果要把這個I放到這個2的位置 你不能說直接把它把它改成I啦 不行 這樣的話 它沒辦法接受 為什麼呢 因為它目前是一個完整的文字 前後雙以後 這個就文字 如果你要把這個叫變數 把一個變數要放在文字當中的話 那記得要先把它切開之後放進去 那要怎麼切開 跟各位講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口訣 然後你先把2選起來 然後如果你要切開的話 就切兩個雙以後 兩個雙以後表示說 現在我已經把這個文字變成兩串文字了 那如果中間要串一個什麼東西就是加兩個and and是串什麼東西 那你再把游標移到中間 再把I放進去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把I串在兩個文字的中間 那另外還有一個規則就是and的前後要加空白 所以你記得最後把and的前後再加上空白 這樣就OK了 那可是這個動作有時候同學會東漏西漏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記一下口訣 這個口訣也蠻好記的 1先把那個數字的二選起來 像底下這個B 這個C欄也是一樣 你就是先把二選起來之後 雙以後兩個移到中間 and的兩個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這個and的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你只要看到有2的地方 像剛剛A2的2 這邊也是A2的2 那底下其實還有啦 還有哪裡 B2的2 C2的2 這個其實也要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改 它變成加的範圍 理論上下一個應該是B3加C3 所以這個應該也要變 那名次也是一樣 這個名次應該是先指D2 下一個應該是指D3 所以這個也要變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我們如果要把這個B2的2 所以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先把2的部分選起來 然後雙以後兩個 移到中間 and的兩個再移到中間加一個I 然後把and的前後加空白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2先選起來 然後雙以後兩個移到中間 and的兩個移到中間加一個I 然後and的前後 把它空白 這樣就OK了 那最後一個這個2 選起來 雙以後兩個移到中間 and的兩個 移到中間加一個I 然後呢 再把and的前後加空白 這樣OK了 好,記得動作不要多做也不要少做 所以總共會有幾個要改的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好,改完了 改完之後程式也寫完了 把它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有沒有,馬上又恢復了 所以喔,這樣子就有了 有沒有,這樣就有了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假設你希望說 老師那如果每次都在這邊執行 感覺有點麻煩 那可不可以在旁邊幫我加兩個按鈕 我就直接按按鈕 自動完成這兩件事 當然可以啦 只要一個sub 就可以變成一個按鈕 OK 那做按鈕的方式的話也蠻簡單的 從 開發人員的這個下方這邊有一個叫插入 這邊就按鈕了 OK,那至於怎麼做按鈕 我們待會再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剛剛的程式 稍微改一下 好,記得喔 改的地方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五個2 把它改成這樣子 那這個口訣可能記一下 反正你多做幾次 今天做個五次 你下一次應該就很熟了 二選起來嘛 算號兩個一到中間 and兩個一到中間 再加一個i 然後and前後有沒有 加空白 那為什麼加空白 因為英文字跟字中間一定會有空白 這個固定的邏輯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